圆和九年 二代幕府将军得穿袖中死于江户虫 从发病到去世只短短一个时辰 袖中的死积极反常 大夫检查后说是失误中毒 当夜负责逝毒的侍卫及切腹自杀 侍卫没有留下遗书 但显然他主动重担了这次过世 将军的死给幕府留下一个巨大的难题 下一任将军会问 由谁来继承呢 德川家光 秀中的长子零成为继承人 但不幸的是他又丑又结巴 秀中并不喜欢他 而相对的 德川中常 秀中的次子 聪明又勇俊 神手众人景仰 秀中的重视重园院希望 中常能成为下人将军 他笼络了大批宗亲大臣 包括伪装大拿言 大吹头土井 残义九井等 这些人在幕府中 却身居要职 同时 少吹头松平一斗手 以及内庭女士 统领春日局 则是加光的坚定支持者 与以上两派相对的 是看热闹不嫌十大的贵族公亲们 包括 老奸巨华的三条西石条 以及乌丸少将 自大阪之战 结束了长久的内战后 好不容易获得的短暂和平 眼看就要烟消云散了 这场葬礼 预示着风暴的到来 当夜 大雨 停放将军的林庙 遭一伙蒙面黑衣人喜劫 黑衣人移走石棺 抛开袖中 他们不要金银财宝 冲将军的胃来的 殊不知 螳螂不缠 黄雀在后 另一伙黑衣人等在门口 将军的胃 再次转手 黑衣人瞥了一眼 不错 那是柳松家的人 图景不见 柳松一个建树教授 他为什么要掺和 想了想 图景自言自语道 说不定 柳松在勾结制着家光的人 与此同时 柳松的一针出结果了 将军并非食物中毒 而是被人恶以下毒 擦干一针 柳松紧皱眉头说 果不其然 他们杀了将军 柳松说的不是别人 正是家光的坚定支持者 少吹头松盆一斗手 和内庭女士统领春日菊 动机也很简单 秀中准备把位置 传给次子中长 柳松赤则道 下毒的人粗心轻率 这非但不是为少主着想 反而会带来危险 不管怎么说 事情已经发生 接下来能做的 就是如何安全应对 便把将军之位 牢牢抓在手里 被蒙在鼓里的家光 听完暴跳如雷 但他也清楚地知道 事已至此 只能想办法积极应对了 家光极度沮丧地告诉三人 我又丑又结巴 父母不喜欢我 家臣看不起我 只有你们几个支持我 可是 我真的有将军之才吗 柳松 忠气十足地说 少主 你天生就是将军 这是你的命 任何阻挡你的人 都只有死路一条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同一时刻 次子中藏一派 也已完成讨论 既是怀疑有人下毒 那直接验尸不就好了吗 家光不同意 父亲贵为将军 不能被任何人 以任何借口打扰 林了 家光命令到 滚回你的郡河去 我不想再看到你 当天傍晚 中藏即离开江湖 一同走的 还有图景和冲元院 家光一方也没闲着 任命松平一斗手为大吹头 柳松为大母妇 开始正面对抗中藏 首先 柳松派大儿子石兵卫 找到了寄居柳松封地的 根莱一族 二十年前 自从封地被毁 根莱一族颠沛流离 最后被柳松家收留 说起来 石兵卫独创的 剑道派人数中的人数部分 还是根莱族长左元泰交的 柳松告诉左元泰 只要家光少主 成功继任将军 根莱一族就能回到家乡 聊了聊 柳松忽然瞥见一女子 问 左元泰 能否借个人 我需要一位女战士 自己的人动员起来了 接下来 便是重中之动的 京都宫庆 不出所料 这些老奸巨华 既不说支持 也不说反对 一副势不关己的态度 尤其是乌丸少将 说话粘粮枪 看到石兵卫的态道 就吓得连连后退 远在郡和国的中长 此刻也忙得热火朝天 京都宫庆们突然到访 说他们坚定地 站在中长一方 从外也没闲着 听闻德成家两位少主要开战 大批浪人聚集于此 都是为中长效力 中长看不上这些乌合之众 派大将别墓庄 左卫们将其驱散 中长要的是大名门的支持 图景的拜访起作用了 先台的易达家说 会将女儿嫁给中长 此外 毛利家和千年家也在接触 相信很快就能达成一致 对了 图景此番还有意外收获 小绿元玄信斋 与柳松齐名的新一流剑客 他愿意帮助中长少主 事成之后 做将军的建树教授 小绿元告诉中长 我的师父创立新一流 我要证明 我才是新一流的重统后继 柳松根本不足一提 中长点头道 好 我会满足你的要求 一个深夜 没等小绿元出手 柳松先发之人 柳松家三公子和小魏 会同根莱族人 准备刺杀图景 万万没想到的是 同行的年龙枪乌景少将 竟是隐藏的剑道高手 只交战一个回合 柳松家三公子即惨死其剑下 斗中就是会有人牺牲 柳松收起儿子头发 立刻吩咐甘来做少女阿文 行事紧迫 从明天开始 你需要到内庭工作 24小时保护少主 话音刚落 一个熟悉的手音响起 柳松定睛一看 师弟 又要挑战我吗 不行 我是将军的剑术教授 我不能和你动手 小绿元被这话激怒 不答话 默默抽出刀来 突然 小绿元转身猛的一看 然后跳出围墙逃之遥遥 使兵未失去一只眼睛 小绿元也没能做到毫发无伤 看来一个人终究还是不行 上阵父子兵啊 小绿元思来想去 终于还是来到中村做 将器件从袭五年的阳子 再次拉了出来 当天晚上 阳子便在脱颈的安排下 进入内庭 目标很明确 不要斗中 直接杀掉甲冠 简单粗暴 这是小绿元的一贯作风 不巧的是 跟来组少女阿文挺身而处 帮佳光挡了一剑 缠斗一阵 样子最终 毫无悬念地死在柳松道下 至于少女阿文 因为得到及时治疗 命保住了 坚持 再坚持一下 我们就能回到家园了 族人鼓励道 不同于小绿元的简单粗暴 柳松向来深谋原理 上次自杀图景失败 是因为误完少将 这次图景跑不掉了 不过斗中嘛 有人牺牲是常有的事 这次轮到柳松家小妹 解决掉图景 等于断了中长的手脚 和其他大名联合 做梦去吧 但是 柳松告诉佳光少主 京都那帮老奸巨华们 肯定在蠢蠢欲动 正如柳松预料的那样 京都挑拨德川家内斗 消耗幕府 然后再以天皇的名义 号召各番大名 再然后就能恢复 天皇的直接统治了 再去县台番的路上 乌丸少将突然停住 叫道 出来 柳松心音流都是缩头乌龟吗 这么卑微缩缩 士兵卫出来了 拔刀 收刀 一气喝重 干净利落 乌丸少将的死 让京都公卿们惊慌失措 重新唤起了对吴氏的恐惧 天皇派三条西十条 到幕府解释 柳松懂的就是这个 柳松告诉三条西十条 加光少主应该亲自到京都道歉的 然后 陛下便可指定少主为行任将军了 三条西十条有苦说不出 被拿捏得死死的 加光上京的消息令中常震惊了 如果天皇都站到加光一边 那中常就彻底没戏场了 讨论一番 中常立刻决定 赶在加光之前赶到京都 并用自己位置优势 同时 再把那些有意的大名召集过去 这样就可以在陛下面前与加光对抗 中常去京都的消息很快传开 城外浪人大喜 闹哄哄的 都说要杀掉加光 也不知什么时候 突然有人弄来一批火枪 还发出消息说 加光明天一早经过黄磊川 次日清晨 加光离开三岛后 再走巴厘地就到黄磊川 浪人们候在草里 等加光一点点靠近后 举枪射击 不一会儿 为首的浪人们冲入队列 汪汪叫的杀向加光 他们不知到的是 螳螂不禅黄磊在后 柳松的羊枪队 等候堕食 一通眼花缭乱地拼杀 浪人死得死死得死 唯一逃出包围圈的 恰巧遇上三条西条石 听闻三条西条石被杀 中常脸色大变 不好 中计了 中常即刻掉头回城 而此时 加光已经到小天原城 在给天皇的奏折中 加光把谋杀遇使的罪名 推到正常头上 他决定与中常开战 并请求京都的帮助 此外 加光还命大明安统攻占郡河城 此时的中常 可谓孤家寡人一个 先前答应帮忙的大明 一哄而散 依大家说 他们女儿已经有夫家了 毛利和千田也禁若寒蝉 在伪张大那言的劝说下 中常决定投降 他身后有两千家臣 他不能让这两千人白白送死 大将别不装左翼门 劝输不成 一个人出城一战 他不投降 绝不投降 永不投降 中常投降后被刘放到高旗 与此同时 根莱族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不久的将来 他们的愿望会实现 回到家乡 唯一令人悲痛的是 族长左元泰牺牲了 拜别左元泰 辞了根莱族人 士兵卫再次踏上修行之路 他从小散漫 更不喜欢侍奉主军 就在士兵卫离开根莱十日后 一个晴天的傍晚 柳松家二公子率领的幕府军 毫无忠招地来了 根莱族死得死伤得伤 老人孩子 鬼哭狼嚎 惨壮不忍之事 同一时刻 柳松带着将军的命令来到高旗 终长的人生走到尽头 至于小丽元 柳松决定接受他的挑战 没动小丽元近身 柳松大喝一声 实相一分为二 小丽元到死 都没看清师哥的剑 使兵卫回到根莱 是幕府军离开的第二天 遍地尸体 恍如人间地狱 使兵卫不敢相信 造成这桩惨剧的 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果河拆桥 用后集坟 竟是自己亲生父亲所为 又三日 天皇重视颁布任命书 德川家光 进入第三代幕府将军 家光跪在祖宗排位前 略在嘲讽地问 父亲真是辜负了您的期望 很遗憾 我成为第三代幕府将军了 突然 使兵卫推门而入 半个时辰后 柳松家 使兵卫再次推门而入 父亲 您毁了我珍惜的一切 我也毁了你的梦想 说吧 一颗鲜血之流的人头 滚了出来 柳松抱着人头喃喃自语 这是梦 这只是场梦 确如柳松所言 德川幕府存续了三百多年 在历史上 没有任何关于家光被杀的记录 但是 这种对统治者不利的事情 通常都很容易被磨掉 事实上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不是吗 是否有病的二百多年 柳松